秀恩爱就知道秀恩爱 不知道秀恩爱怎么得快呀 我想你了 你谁啊 对不起我想我前女友了 我想给他打电话 结果发现你就是个号 所以就改了最后一个号码 结果就打到你站来了 他们说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那还说什么呀 可能吧 但是我确实拨通你的电话 实时证明 我们很有远 其实我根本不困 正好无聊 况且也不浪费我的电话费 要聊就聊聊呗 好吧 来你想聊什么 那我就跟你聊聊 我的小时候吧 在我六岁的时候 我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 那天我们打开的话匣子 我们聊了彼此的过去 还展望了未来 也聊起了我们的爱好 他还给我讲了他的爱情 在我听到他的事情之后 我发现他是一个既有趣 又深情的男孩 孤独了太久的我 听到这充满雌性 幽默风趣的声音 发现自己浪漫的动心了 你很开心 谢谢你 知己难得 以后我还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当然可以 再见 这个真是个浪漫的相遇啊 你好 你好 你能摸着你的心跟我说 你有没有想我吗 好吧 我想你了 感情这个事情很难说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我发现自己很疯 居然爱上了一个 从未见过的一孩子 你是在说我吗 是的 我彻底的爱上了你 这样吧 你把你的微信给我 我发生我的照片给你 如果你能接受的话 那我们就在一起吧 那无论我长什么样子 你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你要不是真的喜欢 无论你长什么样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我对你的心愿 已经让我失去理智了 哇 好帅啊 我的照片 你还满意吗 我现在在做生意 年收入大概20万左右 我跟你不是一座城市 但是我相信这都不是问题 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于是 我就这样开始了 人生中的第一场恋爱 我们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这样一个长得帅气 不在乎另外一半的长相 收入不错 声音又那么好听的男孩 能跟我在一起 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我们的关系在飞速的进步 我们约好了下个月见面 然后开始谈婚论嫁 总算到了我们约好见面的日子 我精心打扮了一番 对接下来的相见 充满了期待 喂 我今天你三个小时了 你怎么还没到 你彻底爱上我了吗 当然 我当然爱你了 天生怎么不出现呢 你个蠢货 我是根本不可能出现了 你就在那等你辈子吧 我怎么说 你伤心吗 我当然伤心了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还记得你之前在网上买过一条咖啡色的裙子吗 气得呀 我收到裙子的时候还特别的不开心 你是不是还给了一个差评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就是这个白奖 蛋 蛋 蛋 烊 虹 云 除了 so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